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交一场 何某奉劝八王爷 不助皇帝示好或者意图为自己建立工业也好 重要的是进退有时 切勿惹祸上身 何某先行告退 他说得对 王上早已怀疑我有谋反之心 共中流言蜚语 一日不绝 早晚会算到我的头上 不行 我要反客为主 尽快插出谣言的始作俑者 到时候不只能怀我清白 还能趁机立功 捕取皇上的信任 职 lied 期尽快插出调 臣怀疑皇阿玛是被人害死 而且臣知道是何人所为 起来 谢皇上 你怀疑皇阿玛是被人害死 并且知道何人所为 有何凭证 臣暂时没有凭证 不过有传因疾病而死的奴才长春 之所以阴魂不散 是与皇阿玛冰天 有莫大的关联 怪力乱神 不足为信 臣本来也不相信 但是略做调查之后发现 长春的同房长东 也突然失踪 此事扑朔迷离 绝非偶然 臣认为 既然有传与皇阿玛有关的 就不能掉以轻心 一派胡言 你是否先宫中传言不够多 还要在此添油加醋 朕可以马上治你的罪 请皇上息怒 臣一心只想查清此事 抽出幕后元凶替皇上解忧啊 好 你说 究竟主魔是什么人 目的何在 是白莲教 白莲教 皇上还记不记得 皇阿玛在大年夜 差一点为妖火所伤 妖火妖法 正是白莲教惯用的伎俩 皇阿玛冰天未及 白莲教就在京城作乱 虽然事败逃窜 但是难保他们的余孽 已经渗入宫中 臣怀疑 长春甚至是长东 就是白莲教中人 皇上 你想一想 皇阿玛身体向来壮箭 可以突然犯病呢 长春曾经事后在策 极有可能是他杀了毒手 如今长春虽死 但是他的余党 一定会伺机在扎害皇上 请皇上小心 依你所见 朕该如何处理 既然长春就是谣言的源头 就先彻查长春 谈他到底与这件事 有多大的关联 继而 就要细心追查 皇阿玛这十数日的起居作息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皇上 臣愿请应彻查到底 请皇上安准 嗯 皇上 臣知道后宫门禁森严 臣频繁走动 会惹来诸多不便 不过 难得你一片忠心 朕 暂时准你自由出入后宫 以便查探事情 不过最近宫中人心惶惶 而且今夜 五星汇聚并非祥照 朕不希望张扬 以免有人胡乱猜测 打草惊蛇 请皇上放心 臣自会激进行事 尽快查出真相 不负皇上所托 今夜东方遂兴 南方迎货 中央振兴 西方太白 北方陈兴 聚于东景 五星寻渡 未得其行 天下太平 正和民安 惶惶上天 照离下土 平地之灵 将干风雨 树物群生 各得其所 树桂白骨 莫不冒者 穷天降临 颈坐颜红 有得惹昌 雨天无几 放灯 苍天庇佑 尽行放灯仪式顺利进行 大家应该可以摆脱五星连珠的厄运 求上天庇佑 求上天庇佑 不如自己争取 八哥此话何解 上天有好生之德 唯独人心险诈 与其求神拜天 倒不如将奸恶之人 一网打尽 八哥 你这次是宫中有人作怪 你寄出此言 可有任何头绪 不用多久 你们自然会一清二楚 皇上 今夜祭典顺利 实在可喜可贺 希望从此雾霾扫尽 生机处处 希望全国上下从此逢凶转集 事事顺利 国泰民安 臣妾之前也曾经向天许悦 希望今夜的仪式 能够顺利完成 如今晴空万里 天宫果然作美 我朝必定繁华兴盛 国运绵长 只要大家同心同德 自然天从人愿 同心同德 谈何容易 正如近日宫中 怪事贫人 谣传似起 流言尽之不解 应贵太妃大可放心 朕以命永玄 彻查此事 永玄办事 速来俐落决断 应该很快查明真相 为了方便办事 朕暂准他自由出入后宫 希望没打扰到后宫清幽 打扰清幽事小 恶指流言非与世大 皇上要稳住人心 建立圣物 本宫一定尽力配合 好 相信散播谣言之人 很快就会被带 大清便可安享太平 波澜不息 皇上 奴才为你换上连心茶 调查前清宫大伙的事 进展如何 回禀皇上 奴才未能在曹公公身上 打探到任何消息 其他相关的太监与宫女 也不知当夜发生何事 奴才会再去打探 拿走 皇上 苦能轻心 皇上今日寝不安宁 赐茶可以安神 如果真的兄弟臣子 能向你如此贴心 朕便睡得安宁 皇上谬赞 其实皇贵妃娘娘 也命人送来香囊 闻说此香囊 放在龙枕底下 也能使皇上一枕日红 是徘徊花香 徘徊花能解育安神 皇贵妃娘娘对皇上 的确关怀备致 只可惜 近日禁足景仁宫 不能陪皇上节育忘忧 皇上数岁 奴才多岁 二阿哥怎么样 二阿哥的健康 已经恢复正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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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听说二阿哥抱恙 心中挂念 才会犯禁离宫 请皇上降罪 你爱子情妾而犯禁 情有可原 朕不会惩罚你 但此事可疑不可在 臣妾明白 记不记得皇阿玛曾经迅使过我们 叫我们如何指导绵宫 臣妾记得 大行太上皇说 男儿要如大树坚人稳固 如野草顽强 要做到爱而不逆 息而不纵 切记养成依赖之心 绵宫生于帝王之家 将来要为王 为将杀敌战场 甚至传承大统 若然每次生病都要恶娘呵护 如女儿般骄纵 将来如何保家为国 做大事成大器 帝王之路从来都是贤祖难行 凄冷孤轻 只能凭一人之力 披荆斩棘 若然依赖他人 纵想一时致安乐 最后 只会满潭啰嗦 朕明白 这样对绵宫很苛刻 但是朕无从选择 皇上并不会孤单 臣妾会永远陪伴左右 风雨同舟 干枯于宫 有你这份心意 朕深感欣慰 但如果你真的想与朕翻忧 朕仍有一事 营绕心头 始终未解 臣妾 恳请皇上不要再为此事烦忧 到底什么事令你守口如瓶 请皇上降罪 既然如此 你回景仁宫好好想清楚 一群奴才在那边 凑什么热闹呢 是八王爷 一定是在查问闹鬼的传言了 两位娘娘万福 八王爷大清早就进宫 为皇上办事 辛苦了 两位娘娘严重了 对了 敢问两位娘娘 关于宫中的传闻 是有关两位太监 长春与长东的 你们知不知道内情 宫中的太监 多达两三千人 个个都面目模糊 要不是这件事 闹得沸沸扬扬 根本就不会有人记得他们 只知道两人 本来是养心殿行走的奴才 听说 他们两人 好像是很好的朋友 敢问八王爷 有没有从奴才口中 打听到什么 一群奴才 唯恐惹祸上身 不是言不及意呢 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贤妃娘娘极笑 贤妃娘娘精安 免礼 八王爷想知道长春的事 本宫倒略知一二 不知道贤妃娘娘听说过什么 本宫听说 长东因为长春处死 伤心欲绝 之后蒙皇贵妃恩准 将长春的骨灰 撒在宫中梅树悼念之后 自己几乎是一病不起 其后 长东更主动请求回乡养病 皇贵妃可怜长东一有成疾 就恩准了 那为何人家会误传 长东是失踪呢 国丧期间 宫中上下一片混乱 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出宫养病 或许 皇贵妃不想让人知道 他纵容奴才 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用劳贤妃娘娘指点 臣先行告退 王爷 我们是不是会去寻访长东 这个长东 一定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命 所以脱病出宫 一定要找到他 遵命 行 秀约 为什么这么伤心 你说出来 看本官可不给帮上忙 奴婢的同乡长东 多日前 偷了皇贵妃的朱钗耳环 她说只是拿去典当祭籍 还威胁奴婢 如果揭穿 就高发奴婢有份串通 奴婢怕事 所以不敢张扬 谁知道她突然间失踪 不问而知 一定是学带私逃 如果是件事东窗之发 奴婢必死无疑 姬大人 你足之多谋 求求你为奴婢想想办法 如果长东有心逆藏 恐怕已经不知所踪了 长东的老家在京城 姬大人 你贵为一品大官 如果你肯差遣手下去寻访 必定能找到 事成之后 旧约一定会知恩图报的 好了好了 本官就答应你 八王爷大清早 就进宫查 长春闹鬼的谣传 凭他真的可以找到 皇上毒杀 大刑太上皇的证据 要是这样 皇上怎么会允许他去查探 八王爷的性格 冲动茅躁 就算皇上不答应 他为了立功 也会私下查探 与其这样 不如就让他名正言顺 将消息回报 到时候再随机应变 俄中堂真有本事 连皇上心思 也在那股掌之中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八王爷虽然未必能查到 皇上毒杀太上皇的 真凭实据 但是也足够 令皇上心虚 人一心虚 自然就露出破绽 皇上未免被接弑君之罪 一定会借此机会 对付八王爷 欲望相争 愚人得利 八王爷一旦被扳倒 他的兵权 皇上会交给谁呢 永林是皇上 最信任的亲兄弟 除了他 不坐二人想 河中堂 果然想得周到啊 娘娘对十七贝勒的前途 寄予厚望 但是他与皇上 是同一生母 血脉相连 要他背叛皇上 绝非一事 一时半刻当然不会 不过假以时日 谁会知道 何况有河中堂相助 任何事都会事半功倍 是吗 娘娘过奖了 不过臣已经命人 在坊间广传 皇上侍父的留言 事情一旦传到宫中 莫说是皇上的名声 就连皇位也难报 永林为人最孝顺 如果他真的对皇上起疑 又离间他们兄弟就容易罢了 本宫稍后再试探永林 届时再商量对策 有劳娘娘 嗯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千真万确的密文 不过听完之后可能会遭人灭口的 大家还有没有胆量听下去 当然有啊 那赏听 掌声鼓励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叫神百万的富商 他是全城最有钱的茶商 谁不认识他 可他呀 也是全城最吝啬的人 没错 他真的很吝啬 听说 他对自己亲生儿女也资诸必较 但是自己呢 却天天大鱼大肉啊 他的妻儿啊 真是白馒头左青粥啊 真是死 不过最近听说 他吃饭也死了 总算恶有恶报了 故事精彩之处正在于此 不过神百万呢 并不是吃饭也死的 请问他是怎么死的 是被他的大儿子神十五 下毒毒死的 哇 真的假的 是不是真的 是啊 信不信有你们 不过神百万呢 一死之后 神十五啊 他的家眷就接管了 所有的茶庄 以及财产了 荣华富贵想之不尽 那你们说 究竟是谁 能得到最多呢 那也不可以师父啊 毕竟也是父皇把他伤下来的 是啊 你们当真少见多怪 其实这种事呢 自古以来也多不胜数 尤其是帝王之家 好比隋朝的隋阳帝师父 毕竟这皇位只有一个 天无二日啊 大家想想看 假如大行太上皇 福寿绵长 那当今的皇上 又要等到何年何月 方可大权在握呢 你这么说莫非 大胆 你竟敢口出狂言 诋毁皇上 哎呀 贝拉爷 市井之徒 信口开河 你又何必跟他计较 事情不宜闹大 有人越激动 传言就越沸腾 坊间有说书人 借民间谣传 穿凿附会 暗示皇上也有侍妇之嫌 如此诬蔑皇上 你应出展 其中堂科 又拿下这个说书人 当时 师妻贝拉与臣同行 臣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想稍后在暗中调查 但发现 污蔑皇上的流言 已传遍京城大街小巷 恐怕 散播流言的人 不止一个 不想而知 此乃和珅 灭害朕的诡计 你们居然毫无所觉 朕岂不是会变成 故事里的 不忠不义的人 臣等不立 请皇上降罪 朕不是要各位请罪 而是希望尽快解决此事 三位老师请起 谢皇上 散播谣言者一定严惩 那就斩首示众 以请效由 臣认为此举 郑重何身下怀 听者自清 若然书书人所言非识 又何须郑重其事 打开杀戮 臣也赞同刘大人之见 既然天下百姓 以为皇上心狠手辣 那皇上自可颁令 大赦天下 开仓计量 即可转移视线 更深夺天下人心 如此一来 任凭何身再散播多少谣言 也不容易再令人相信 各位所言甚是 眼下也别无他法 就照季晓岚的意思去办 臣等领命 何身 朕绝对不会让你的诡计得逞 启禀老爷二夫人 皇上弑君杀父的事 已经散播至大街小巷 街头巷尾都为此议论纷纷 甚至有人诅咒皇上 必遭天浅 皇上一定阵脚大乱 立刻宣布减税开粮仓 打算以此挽回民心 要建立民心 需要艰苦经营 可是摧毁民心 只需一朝一夕 当贤君 其意会如此容易 就算八王爷找到长东 这件事 也不会轻易平息 但八王爷找长东这件事 老爷 你不觉得有古怪吗 何事让夫人如此有心 皇上心狠手辣 为了斩草出根 连长春一家老小都不放过 怎么会摆密一书 留下长东这个后患 的确有可疑 之前我们彻查长春的死 没人知道长东的名字 那是八王爷一沾手 长东的出现 真的很凑巧啊 背着已经查过 发现这个长东在长春死后不到三天 就称病离宫就医 夫人 有何主意 虽然事情看似古怪 但并非针对老爷 既然皇上这么看得起八王爷 我们不妨静观其变 看八王爷如何解决此事 好 就顺应天意 元宝 如果找到长东的行踪 立刻回报 遵命 对了 夫人 有没有接到和林送来的密报 或者疏痕 没有 请老爷放心 和林行军多年 阅历丰富 你又早已暗中提点 他一定躲得过 扶长安的轨迹 幸好 二弟有兵权在手 皇上才不敢动我分毫 这些年来你们兄弟风雨同舟 只要兄弟同心 有什么仗打不赢 胡大人 卑职搜寻过四周 始终不见何将军踪影 岂有此理 大人 如今人抓不到 兵符也没拿到手 怎么办 你们说 究竟何将军去哪儿 说 被 被知不知道 你说 何总督接到消息 本人叫我在附近作乱 他 他出去杀敌 好 那你带路 这 伤心 伤心 二弟 10秒左右 收拾 10秒左右 爹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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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八王爷那边状况如何 回皇上 八王爷带领手下 已经四处搜查长冬的下落 果然不出朕所料 他努力争取表现 皇上 奴才还发现 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在找长冬 此人是谁 正是纪中堂 纪小兰 为何她会参与此事 奴才正调查各中原委 尽快彻查清楚 奴才遵致 这件事越来越有趣 长冬 你果然在这儿 纪大人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 老夫找了你很久 纪大人 你为什么把长冬抓到这儿啊 长冬没犯事啊 长冬 你别怕 老夫来 只不过是受人所托 要问你一件事 绝无加害之意 长冬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藏在农舍之内 你不妨跟老夫说 也许老夫可以帮你 更大丈夫 使你 不妨停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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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 往哪儿跑 带他走 是 带他走 是 十月的提相 有礼 十七贝勒吉相 嗯 十七贝勒吉相 方嬷嬷有礼 儿臣给皇儿娘请安 免礼 皇儿娘神色萎靡 莫非凤体为何 作业免差 所以精神不振 何止昨夜 近日以来 娘娘不是整夜难眠 就是被噩梦惊醒 精神怎么会好啊 都是 奴婢也是因为忧心娘娘 皇儿娘 不如照太医来诊治 究竟何事令皇儿娘如此烦忧 本宫连细树叶 都梦见你皇阿玛 她一时神情郁郁 一时口鼻流血 一时老泪纵横 此有莫大冤情 叫本宫如何合眼 皇阿娘一定是对皇阿玛思念太甚 至夜有所梦 儿臣明白 儿臣何尝不思念皇阿玛 本宫 本宫当然思念太上皇 但是这个梦境 似是另有所指 是啊 口鼻流血 老泪纵横 莫非太上皇之死 是另有隐情 本宫真是越想 越不安心 儿臣认为 皇阿娘一定是被流言影响 至噩梦连连 但是流言荒诞 指皇上弑君 皇阿娘又岂可尽信 人心难测 本宫也不敢妄下断语 儿臣自小与皇上为伍 一同读书学习 皇上为人忠孝双全 又岂会做出天理不容 大逆不道之事 所谓南局北指 过去你二人乃骨肉相连亲兄弟 自然无所不谈 如今有君臣之别 即使皇上有错 难道你真的敢直视其妃 儿臣深信皇上为人 也不会受流言影响 皇阿娘 此事理应就此打住 对租书学习 之后 你如果有心不疑 如果他也不存在 所以是死你 你认真是死她 你认真是死 一死她 你认真是死她 你要死她 你认真是死她 你认真是死她 有死她 好 皇上 十七备了 退下 喳 论智论武 你未必输给朕 你中计是因为你只靠双眼 没有用心去判断 切记 言所见未为真 何况只不过是传闻 皇上的意思是 永灵 有什么在动摇 启致 是你的心 太上皇龙玉上兵 朕今后朝市势必共亲 但是朝中有歹人立下歪心 任意散播流言 想动摇朕的根本 只要你心肩不移 就不会蒙蔽心眼 悟性谗言 多入奸臣圈套 请皇上放心 臣弟对皇上忠心耿耿 任何人诬陷皇上 臣弟必定追究到底 任何人陷害太上皇 臣弟也必拔树寻根 绝不轻饶 对人对事 务必做到 不枉不纵 好 有你这句话 这就安心了 嗯 奴才 多年来 承蒙大型太上皇 隆恩厚爱 本答应匡扶皇上 治国安邦 我身 朕已经保了你几十年 往后的日子好自为之 臣必定尽忠职守 死不足以为臣唤 亡母不足以为臣佑 可惜事与愿违 恐怕不能实践 皇上驾到 奴才叩见皇上 明日就送走皇阿玛 没想到贺珅你如此长情 大型太上皇对奴才恩同在造 奴才感恩来出自真心 明日完成赞安仪式之后 皇上就可以心无旁骛 专心朝政 满朝奸党尚未肃清 朕自然会专心办事 不过你放心 朕马上会将一般宁臣连根拔起 一个不留 水至清则无余 人至茶则无图 严以律节宽以待仁 素来是大型太上皇为政之道 皇上突然道行逆施 打破常规 恐怕会令满朝百官惶恐不安 有爱公务 也对大型太上皇略有大不敬 有何不敬 若非你当年教唆皇阿玛 退位后仍干预朝政 由着你结党营私 另一般贪官宁臣 于朝内干预朝政 朕早就处理你们贪官 正顿立志 皇上息怒 大型太上皇一向决断英明 又岂会因为奴才一两句话 而影响大局 大型太上皇善畏于皇上 是希望朝局有一番新景象 但是恨的也不成刚 也很难过 狡辩 皇上一直想栽培朕 鞭策朕 但是你从中作梗 离间我们父子感情 皇上现在宠信你 为了以善养恶 处世不共 太上皇皇上 三清茶已经泡好 请用茶 好 大胆何身 此班子乃是朝鲜贡品 竟敢侵吞私藏 该当何罪 皇上息怒 皇上是否有所误会 此班子乃朕自于何身的 是 皇上 虽然皇阿玛姑息养奸 养肥你这个贪婪小人 就算朕要用洪荒之力 也要成仙起后 带我大清国 进入另一新高峰 就算牺牲一切 这也在所不辞 朕根本就知道 这一碗药不是什么解药 因为下毒的人就是你 你 绝非糊涂 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必须很清楚 很有胆量 才能够做得出 永远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 朕不得不让位了 皇阿玛说 帝王之路 孤情难行 朕已做好准备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是要将宁臣贼子除去 把我大清江山千秋万载 朕无所畏惧 你绝不留情 皇上有如此雄心 诚然可喜可贺 就让这把火 越烧越旺 千万别熄灭 和身 你好自为之 大清太少皇 就让皇上 说得霸气激昂 无后退之路 奴才也无话可说 这太少皇对奴才 本身易重 奴才绝不会放弃 追查什么人毒害你 就算皇上 迁怒于奴才 奴才也在所不辞 你早晚也是熬不住会说的 不想再受苦的话 快说吧 究竟长春死前 发生什么事啊 快说 快说 挪赛 女长春 在宫中同房 有一天 长春的半夜 突然吐血 虚弱不堪 吐血 长春她曾经提过 她偷喝过 大清太少皇的 苏油茶 那杯茶 是皇上亲自为大清太少皇喝的 她的 是皇上 被拖沙 她的 也不想 她不想 可能 她的 她是皇上 但是奴才当时没在意 过几天 就传出他瘟疫身亡的消息 为什么 你要离宫外逃 因为 奴才把长春的骨灰 洒在宫中的一棵梅树下面 过了几天 一棵梅树 就枯萎了 奴才太害怕 就恳求 王贵妃这奴才出宫治病 只恨有遭人掳走 幸好奴才侥幸逃脱 就遇到八王爷 王爷 苏油茶是皇上献给太上皇的 事后长春莫名喜妙地死去 莫非 抓你的人是谁 奴才不知道 分明是有人想杀人灭口 幸好天往会会让本王找到成都 有何要事要如此着急 臣不负皇恩 查出大型太上皇与长春传言的真相 真相 真相何在 臣找到长冬 带他进来 奴 奴才叩见皇上 长冬就是死去的奴才 长春的好友 臣千辛万苦才在宫外找到他 长冬 你是不是知道大型太上皇冰天的真相啊 是 大型太上皇是被人家毒害致死的 那下毒的人是谁 我才不敢说 你不用怕 只管说 这里有仲亲王与大臣替你做主 毒死大型太上皇的人 是 是他 自雍正以后 皇位继承者的剑杵侠侠都会存放在前清宫的正大光明牌匾后面 前清宫曾经多次毁于火灾 烧的最厉害的就是嘉庆二年 现存的前清宫就是此次重建后保留的行致了 冬至岁月有多少 脑内浮过没了才发现 即使今天后悔不止 不可扭转你离别 如没有你 我又为谁人思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